周瑜中了曹仁的空城记 被曹军堵在城内瓮中捉鞭 双方一上一下激情对射 打得可谓不可开脚 直到周瑜腰子中了一箭 祸不单行 此时埋伏于城内的牛街 趁势他 周瑜第一次正式陷入绝境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城外有只吴军杀了进来救援 正式 大战一直持续到天明 逃人虽有行事之忧 但毕竟人数差异巨大 最终东吴这边已损失5000人的代价 还是退出了南郡城 都督忍着点 军医看着刚拔出的箭头 顿时脸色一变 这 这箭头沾了屎啊 有毒啊 剧毒 一旁的城普赶紧询问具体情况 军医表示 箭头沾屎血流不止 中了这等毒箭 伤口极难愈合 百日之内 大都督一定要安心休养 千万不能动怒 当然 动小乔也不行 否则 伤口迸发 后果不堪设想啊 一听连小乔都不能动了 咒语艰难醒来 他问城普 此意我们损失了多少人吗 城普支支呜呜半天 最终还是说出了5000这个数字 咒语顿时一股钻心的痛 脑子一番计算 先前甘宁座先锋 损失了5000 加上此次的5000 我军已经折损了那么多病吗 若不拿下南军 如何回去面对江东父老 其实面对江东父老都是小事 大不了脸皮厚的 如何面对诸葛亮才是大事 因为先前已经跟他有约在先 如果30天内拿不下南军 就任诸葛亮来拿 周瑜越想越痛 突然更痛的来了 什么动静 很显然是曹仁在营外骂朕呢 骂得内叫一个难听 青则涉及小桥 重则涉及吴国坦 周瑜听得内叫一个气血翻涌 大冻 你不能再动怒了 伤口又出血了 周瑜昏死过去 然而此时营外的曹仁 已经越骂越骇 小板凳小桌子 一顶香炉 一壶啄酒 骂人也要讲究啊 没骨 营内 周瑜已换好衣服 招来了众将 周瑜强承着身体质问众将 曹仁骂得这么难听 为什么不出去揍他 你们这些战将 就这么认敌军嚣张吗 我这时出于无奈啊 曹仁刚错我冰封 此时 气焰正盛 我们准备 暂时避其疯啊 周瑜忍痛将被子一先 他要下床 亲自找回场子 拿我战甲来 众将结劝 可又怎能劝得动 大丈夫既是军录 就该死于战场 以马格国释还 这点赏 不算什么 成仆还宇再劝 已经被忠于勒住了脖子 走 什么 给我杀出英门 待 忠于如此 为什么像乌龟一样 怕就不动啊 你在独蛋呢 这是铁王把曹仁第二豪横的一次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被别人骂缩头乌龟的他 今天也能骂别人是乌龟 周瑜听后大怒 忍着剑伤也要出影揍他 见周瑜终于啃露头 曹仁更兴奋了 操军骂得起劲 周瑜眉头直皱 但也不敢轻取妄动 于是曹仁便迎来了人生中 最豪横的一次 周瑜 你听着 丞相说了 你归小龙 大仇归我 小仇 留给丞相配方 你呢 我给你找了个好城市 你只配给丞相养马 给我操人 刀鸟虎 洗脚 哈哈哈哈 周瑜听的是内心翻江倒海 随即便愤而拔剑 然而剑还没挥舞出去 一口捞血便涌上心头 大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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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大嘟嘟 眼见周瑜落马 曹仁赶紧身头上磅 不愿错过任何细节 东吴众将将周瑜围住 不止在说些什么 我的爱 快哭 他们以为我死了 这 快哭 大嘟 你一起大方被伤 让曹仁听见 快 众人从懵逼到心灵神会 随即即嚎啕大哭起来 哎呀 大嘟嘟 你怎么了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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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的曹仁曹红一脸懵逼 这 这就骂死了 曹仁更是有点 害了人的慌张和愧疚 死了 我就骂了几句扑鼻话呀 而后转念又一想 我到底在愧疚什么呀 我们是敌人啊 看来此人 心胸太狭矮 弟兄们 拿下周瑜尸体 上万斤 出发 趁周瑜还没凉透 曹仁想赶个热火 曹军一拥而上 吴军则万箭齐发 与此同时的卫数无高速上 一只快骑正在快马加鞭 主公 军师 曹仁急功东吴大战 周瑜带上出战 剑上并列而亡 东吴大军全军举效 哭声一片 刘备大惊 诸葛亮则呵呵一笑 他料定周瑜肯定是诈死 刘备不解 询问缘由 周瑜轻摇于善说 如果周瑜真的死了 赴都督成仆 肯定会求援我们 可是到现在 既不见有人来报丧 也不见有人来求救 足见 这是周瑜演的一出戏 刘备恍然大悟 但也没有完全大悟 那 我们该怎么办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周葛亮赶紧排兵布阵 派一只轻骑 奸程赶往南郡城以东 待曹仁出城之后 趁须夺下城市 我们这么做 不合适吧 人家血战了这么多天 折了这么多人马 我们这么做太不仁义了 周瑜曹仁大战最终如何 刘备会否遵循道义 拭目以待了 周瑜 你听着 丞相说了 你归向后 大求归我 小求 留给丞相配方 就是这句话 让我们的宫颈 气到吐血而亡 前有曹草 后有诸葛亮 现在又来了个曹仁 总感觉 全三国宇宙的男人 都喜欢针对 大乔小乔 什么 我就骂了几句扑鼻话呀 双方混战一番后 各自曹草收兵 夜晚 深得兵法的曹仁 准备趁周瑜新王 来过偷袭 只见整个动物大营 全军速稿 似乎大家都 亡于伤心 防备悉数 弟兄们 给我上 轻松解决门口的 两个炮灰 曹军一拥而上 横冲直撞到大营深处 方才发现 整个大营 似乎就只有两个门备 曹公大惊 这不用猜呀 大哥 我们中击了 花儿刚落营 甘宁便带兵杀了出来 而远处的山坡上 周瑜起死回声 曹仁惊的瞪大了双眼 感叹火见鬼了 周瑜 原来周瑜是炸死 弟兄们 撤 曹军奋力厮杀 想从重重包围中 突出一条缺口 周瑜也不急 命令手下不用死战 兔子急了咬人 他想突出去 就让他突出去吧 这样的酒囊饭袋 留给曹操 往后曹操 有的是败仗吃 眼下最要紧的是南郡 不要管曹仁了 随即 周瑜便带着吕蒙北上 准备美滋滋的 拿下空虚的南郡 然而等到 周瑜真的来到南郡城下 只见南郡城门紧闭 城楼之上的将士 有条不紊 而为首者 阴枪白袍 开口就不说人话 大都督 你还健在啊 赵云 赵云微笑回道 不要那么激动吧 谁让你们散播谣言 说你归西了 为了防止曹仁进军 我们只能来拿曹仁 谁承想曹仁也溜了 就留了一座空城 现在回想起 刘备的压压压 周瑜顿时气血翻涌 我血沾越狱 而等却背心弃义 暗示手脚夺我城池 你可是有言在先的 若是你取不下南郡 便由我家主公来取 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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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将周瑜扶起 只见周瑜满眼泪光 闪烁着 尽是懊悔于不甘 吕蒙见周瑜眼中满失绝望 更是心疼不已 随即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 强攻南郡 周瑜心伤身伤 伤重如此 却依然不失理智 周瑜一意待老 南郡长高齿身 我却刚经历血缠 元气大伤 不宜再战 周瑜语气越来越弱 就在完全倒下前 大手一挥 下令回营 吴军大营内 军医刚给周瑜 爆炸好伤口 宿都督成苦 又来罢了 他对周瑜报告 就在我们与曹仁赵云 周旋的时候 关于张飞 又先后夺下了 荆州的另外两城 荆州城与襄阳城 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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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是大容 岂是大容 大辱啊 诸葛空明 我早晚要将你碎尸万断 周瑜千方万方 最终还是成为了欲棒那一方 诸葛亮做手渔翁 不费一兵一卒 拿下荆州三城 连一向厚脸皮的刘备都自觉理亏 实在对不起东吴 周葛亮沉默片刻 最终还是坚定的回道 跟周瑜能讲仁义吗 刘备眉头皱了半天 始终过不去良心那道坎 周葛亮追着去 他不讲道义 而讲道理 东吴愿意与我们联盟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仁义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们有他们需要的力量 但力量不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现在连根基都没有 如此下去 迟早有一天会树倒呼尊散 如果我们始终处于孤寡弱小的话 东吴都不会看上我们一眼 早晚有一天会抛弃我 甚至消灭我 两家实力相同叫联盟 两家实力悬殊叫吞并 我们这么做 一切都是为了孙刘联盟的长长久久啊 唉 头疼 刘备听得脑瓜子嗡嗡的疼 总感觉那里不对 但又无法反驳 诸葛亮正与教军一却被刘备阻止 他的头疼不是病理上的疼 而是心理上的疼 要事无疑啊 算了 不管了 金氏 军务士一概由你做主吧 而与此同时的东吴大营 周瑜还在偷邪 却发现已经无邪可脱 周瑜一边发誓 要将诸葛亮碎尸万段 一边抿成徒找孙权搬救兵 增掉三万兵马来驻斩 告诉主公 二十日之内 我誓将竟想夺回东吴 消息来到柴桑 孙权大怒 不过他怒的不是周瑜 而是刘备 而鲁肃还在给刘备说话 将锅全甩给了诸葛亮 说完又开始给孙权抛难题 孙权瞬间愁眉苦怜起来 因为他再次陷入两难 天天忙着制衡制衡 这次是真的制衡不来了 怎么说呢 如果答应周瑜调兵 那么无疑加剧了与刘备的战争 等到两败俱伤 如果曹操再来犯 可又如何低档 如果不答应 以周瑜的脾气和权力 会听我的吗 并且吃了这么大的亏 东吴的将士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具体决断如何 我们下回再说 by bwd6